手针 黄东 骗子 旺激 别闹 别闹开我了 滚出去 王晋 别着急 高朝部分 马上就到 马上 韩子姨的经纪委员 您怎么来了 请坐 茗宇 到我啥 不必了 王总 就一句话 咱们开门见山吧 合同你还记得吧 合同你还记得吧 当时清除着写的 如果没有和施亚集团合作 合同将自动终终 合同将自动终终 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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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我们只是爱合同办事 并且您要为合同的终旨负责 告辞了 王总 出去 这么说 韩采怡和低经理 都顺利出国了 是的 没想到 叶总计算得这么周密 嗯 他确实很厉害 另外 于董 您看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联合其他股东 把王静赶走 别急 这次只是伤了他的筋骨 还没有动到他的元气 只要盯紧他就可以了 还有 要保护好叶总 别让他出什么意外 这一点 您放心 于清香最近怎么样 他只是埋头工作 替我看好的 替我看好的 好的 什么 是个骗局 不用查了 这个消息一定是叶锦仪放出来的 董事会那边的人什么反应 好 有消息一定躲在电话 你们王总怎么样了 好 知道了 叶锦 叶叶 你为什么跟迪经理见面 迪经理拿着我的钱跑了 韩采医也走了 我一开始就觉得奇怪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你干的 如果真是我呢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卑鄙了 卑鄙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敢跟我对着干 我会超乎想象地把你引碎 你敢威胁我 你敢威胁我 放开他 难道你不知道 他是我叔叔的未婚妻啊 叶锦佳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没事干了吗 应该出去的是你 请 你俩有余腿吧 你说什么 你听不懂吗 你再跟我说一遍 叶锦 你出去 这跟你没关系 余金不知道你们的事吧 何警告啊你 别再胡说八道 你想干什么 想打我呀 那是你的强项 上次你刚打完我 打呀 打呀 我没你那么粗鲁 出去 叶锦怡 你真有本事 你真有本事 包括我带内 你玩中了三个男人 咱们走着瞧 我看一下 你们这个流鲁是否 我只是想打算 好吧 你怎么打算 所有人都会打算 我要打算 你怎么打算 你这不打算 也没事 这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于董能答应我 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之间可以停战 和平相处 那就先说了听听吧 于清江跟叶锦怡之间 你是为这件事来的 那就别说了 无非是想说他们现在还有来往 这我都知道 看来 虽然你最近很清闲 但我劝你 以后不要干涉你前期的生活 如果你是为一方合作项目来找 那你又找错人了 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是叶锦怡 你应该找他的 还有事吗 李总 看来我是多管闲事 既然您自己都不在乎 我还能说什么 告诉我 老公 我听说和施养集团合作不太顺利 出什么事了 我中了叶锦怡的圈套 我太大意了 叶锦怡 她有这么大的本事 怎么没有 别忘了 现在还有余金呢 余金 她真把余金当成神了 以为全世界都是她的 现在说这种计划也没有用 现在最重要的是 怎么想办法去拆散他们这 你没跟余金说叶锦怡和余青江的事情 这个老狐狸早就知道了 她知道了 知道会知道 但是没有亲眼看到 如果亲眼看到的话 也许她会改变主意的 交给我吧 我会把余青江和叶锦怡都约出来 让余金亲眼看一看 你能行吗 这件事交给我更合适 老公 你就踏踏实实 安心做生意吧 相信我 我一定会让余金亲眼看一看叶锦怡的真面目 请坐 好 谢谢你能来见我 我今天来这儿的原因是 你母亲还好吗 我妈 这个不算多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密码是你的生日 太太 我听说了你的近况 拿去吧 一部分用来给你母亲治币 另一部分填补公司的亏顾 我 我只是不希望你因为钱走上不归路 我和余董事长听说了你 挪用公款的汇报 你放心 王静不会知道的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 像你这么好的人 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如果再需要钱 就告诉我 我会让你 毫无后果之忧 你想让我做什么 她就是蒋明宇 是王静的得力助手 很有能力啊 叶静怡是想借我们的力量 想战斗王静的总要手 是啊 义总 可是比我想象的要细心和严谨多了 哼 这正是她的过人之处 进来 把牛奶喝了吧 谢谢 静怡 你最近是不是 没有去看你妈妈呀 哦 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 有空 要经常去看看她 别让她觉得我把你给夺走了 我知道了 对了 昨天王静到我办公室里来闹 幸好青江过来把它撵走了 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件事不能怪尹秘书 以后我会多加小心的 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就拿你试问 好的 余总 您放心 王董 您找我 那个卖场怎么样 有人想买吗 我已经跟几家谈过了 但是 报价都很低 他们是知道我们遇上了困难 这个叶静怡 心态堵 现在银行有催我们还贷款了 我们该怎么办 把新公司那卖场那块地卖掉吧 王董 那可是您最重要的项目 忘了吧 新公司见不了了 明月 把卡齐品牌资料给我来 卡齐 你是说 因为董事们反对 而没有进口的那个卡齐 对 告诉企划团队 我要重启计划 但这件事 要瞒着公司 我们自己做 明白了 我已经没有钱了 为了付违约金 我把钱都给花光了 没事 千姐 你别着急 有我呢 钱的事我会处理的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了 你还怀着孕 这个死女人 赵飞生 上来 去啊 哎 哎 什么 你让我监视叶景怡 哎呦她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现在 有那余金给她撑腰呢 我稍有审视我就死定了 所以我才让你被假小心的 我只是让你去监视她 然后报告给我听 又没让你干什么 设计泄露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证据我已经处理完了 哎呦 你早告诉我一事啊 我为这事我都不敢出门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那你做还是不做 千姐 你看你这话说的 再怎么说咱也是一家人 但是你说我现在这状况 我 我动不了啊 我看看能不能把你和我妈 住的那个房子找回来吧 房子归房子 关键是我这 你看 好了好了 钱我明天给你 回去吧 被搞砸了 我姐姐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你快告诉我她说什么了 她没说什么我跟你说什么呀 你 倩倩 倩倩啊 你刚才跟我们家有招说什么呢 没什么 没事呢 干嘛鬼鬼祟祟的呀 你这吃什么 你怎么吃这个呢 你怎么吃这个呢 没事 没事 倩倩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快跟爸说 我流产了 啊 你这 忘记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才不跟我提离婚的 我婆婆也想让这个孩子出事呢 现在孩子没了 我该怎么办呢 倩倩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没有过不去的坎 让妈想想 让妈想想啊 我 我真想当个好妈妈 我真想一心一意 要让我的孩子 可是为什么事情 都发生在我身上 我知道 倩倩 你别难过了 你难过妈也难过 这事啊 千万不敢让你婆婆 和王晋知道知道吗 我知道 我有一个办法 你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养好身子 趁你把发现之前呢 赶紧再网上一个 真是树导众人推啊 卡七说 如果我不全额付款的话 就不和我签合同 莫诺 如果这钱再凑不齐 明宇你去查一下 加上银行的额外贷款 我们究竟还有多少钱 我们不会再投资了 我劝你啊 慎重一些 为什么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这对我们来说 可是一个大的责任 新公司 你的事情还没一个结果 谁敢再偷钱 嗯 我明白了 要不这样吧 我不需要你们投资 我以个人的名义 先进一批货 事销如何 那怎么行 算了 算了 就当我不知道 你拿捏好 别伤得我们就可以 昨晚睡得好吗 很好啊 自从你到我们家来以后 我的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静怡 我想 邀请你妈妈和你妹妹 到家里来做客 怎么样 好啊 我给我妈打电话 我给她打吧 你妈不容易 我想 尽快地让她改变对我的看法 让她也过上好日子 这样 你心里才会踏实 你说得对 小伯 你是不是想我了 不是 好臭美 我来你家就是我想你了 你要不想我 你怎么会来啊 我今天来是有事儿想跟你说 好 上楼吧 就是说吧 没事 你别怕 我已经把你所有的事儿 都告诉你妈了 所有的 你都给你妈收拾了 给你妈 快 走 上去就知道了 你是告诉我 让我亏本 卖卖卖茶那块地吗 最近 房地产低迷 而且那块地又那么大 没有人感兴趣 想想那块地的价值 我不可能这么便宜就卖掉它 要不我们再等等 等什么呀 还要付卡齐的合约金呢 算了 就这个价钱卖掉它吧 可是王总 就算我们把那块地卖了 离付给卡齐的金额也差得很远啊 江明宇 你什么时候对我的话 这么有意见了 不要说三道四了 照我说的去做吧 是 她很早就买下了十方城这块地 因为要讨县 所以拿出来卖 余总 这个事是不是应该让叶总也知道呢 为什么要告诉她 我买的这块地 最好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妈 你没生气吧 我生什么气啊 我还能怎么办呢 你姐不是不愿意让于金误会 他和于晴江的关系吗 你说这王晋啊 他怎么就死不改悔呢 非要跑到于金那里去说闲话 是不是进你的车来了呀 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你不是跟那个海波去吃饭吗 去不去吧 哎呀妈 谢谢你啊 真不好意思 今天让你自己过来 按理说 应该我亲自去接你的 没关系 你的脚好些了吗 好多了 全靠静怡这段时间的尽心苦力 恐怕下个月就可以把石膏拆掉了 真是外星啊 是这样 我们的家庭结果非常简单 我的一个儿子 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侄子 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了 好啊 来 行 别了 别了 于总总 我回来了 清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 静怡的妈妈 这是我的侄子于清江 和她的女朋友美美 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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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江 来 坐 我还有事 你们聊着 那我先去看看她去 您别在意 可能她 有什么特殊的事吧 清江哥哥 我知道您很难过 不过他们都已经到家里边来吃饭了 行了 你别说了 清江哥哥 事情都这样子了 你就不能放弃吗 你烦不烦 回家 到底说不说呀 我都陪你走了一个小时了 说什么呀 你不是有事要告诉我吗 哦 累的呀 我现在不想说了 你耍我呢 哎 闻闻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是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告诉你 你说 我 我说 我们是生男孩好的 还是生女孩好的 余海波 好 你不是算了吗 哎 我跟你闹着玩的 妈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哎 哎呀 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 幸亏余青江走了 要不然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替你姐撒这个谎 啊 我姐真好怜 啊 爱的反义词 不是恨 而是遗忘的 总有一天 你会忘记这一切 将来的日子 你会和我在一起 我前行着一个 你跟我和总 你去跟我叔叔说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你这心爱的是我 好吗 咱们现在就去 咱们现在就跟他说清楚 你爱的只是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放开你 放开我 你为什么要去变我的战区 放开我 来 去吃点框椰 来 去吃点框椰 奶奶 小弟弟什么时候出来啊 哦 让我算一下啊 大概春天就出来了 春天是过年的时候吗 哦 哦 对 倩倩 你怎么不吃啊 多喝点牛奶啊 对对对 多喝点啊 倩倩 您有什么新事儿吧 没有 没事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难言之语 你就说出来 那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 你老是在这儿问倩倩问倩倩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亏心事了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我 就像那天似的 你喝酒你 你也怨我 你应该像我一样 把对你的那怨气 都埋藏在心底 我这 哎 又不开始了 可不是嘛 我呀 每天必须忍受他们这么吵来吵去 哎 我说你们俩也是的啊 你们已经结婚那么多年了 怎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 又是老气少夫的 能不能一个像姐姐那样 带好弟弟 一个呢 像孩子一样 好好听妈妈的话呢 哎呀 听着母 话操 你也不操 你们俩不是姐弟恋吗 妈 什么说两句 有牛还在呢 丑爸 我已经习惯了 村长说你们大人都特别不懂事 所以我可以原谅你们 哪个村长啊 祥阳里的村长 小鬼头 吃吃吧 快吃吃吧吃吧啊 叶总 叶总 来了 嗯 请坐吧 我们是朋友 不用太拘谨 好 叶总 我查了卡奇的进货单了 结果进货的量连预期的一半都不到 没有进足够的货 是 依我看 他用麦桥那块地的钱 只进了一部分的活 而另外一部分要怎么报 我还真的不清楚 这件事情 我也会查一下 不过 你不要太兴起 你也知道 王静这个人生性多疑 你要小心 好 我知道了 你说什么 他为了生意 见了很多男人 是啊 他今天见这个 明天见那个的 就是不见于青江 那你不知道 他见的那些男人是谁 我又不是私家侦探 光看他们一眼 我哪知道他们是谁啊 倩倩 要不这事我别干了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于金的秘书 天天跟着叶景怡 要照这样的话 迟早发现我跟踪叶景怡了 最关键的事 叶景怡在认识我 要不你换个人 你压根就没去跟踪 天天 叔叔我实在太怕了 出去 我去 大白天喝酒啊 哎呀 喝了 怎么着你比我还郁闷呢 啊 我苦闷哪 哥 怎么了 你说我跟叶文童 该怎么办啊 我不见他嘛 行 可是我真跟他在一起 我是真不知道 该怎么相处我 弟弟 你完了 以我的人生经验啊 当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 觉得搞不定的时候 就会突然间觉得这个女人 非常地珍贵 你在心里上已经输给他了 那你呢 你怎么样 我觉得叶景怡跟爸还没结婚 你还是有希望 我当然有希望了 我什么时候要说放弃 什么希望啊 你怎么跟来了 你跟踪我啊 对啊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不用跟踪你 我就总得知道你在哪儿 哎 海波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做 可是违背你爸的意愿 你就不害怕 被扫地出门吗 你说什么呢 秦江哥哥 你最好的选择 就是跟我在一起 哎哎哎 别别别 行行行行 你俩慢慢聊 我走 哎 哎 海波 哎 等等我 秦江哥哥 你最好的选择 就是跟我好好地在一起 我看也是 这样吧 你坐过去 咱们来好好喝两杯 好吧 你怎么了 再吃 你又喝酒了 哎 为什么喝得醉成这样 装什么糊涂 为你喝多了 怎么了 又不是第一回了 我来扶你进屋吧 不用你扶 给你倒杯水吗 扶着点吧 哎呦 我别忘了 我马上 我来扶你 我来扶你 我把锅子涂 我来扶你 阅击 吻 你 我 vivir 我来帮你吧 静怡 别去找我叔叔 真正爱你的人是我 我求你了 别再离开我了 别走 我求你 别走 别走 我不太到 我求你了 你不是让我来 你帮你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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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如果你再怎么回不回话 我会把你的罪恶 砸到你两个女儿的身上 你为什么要握着她的手 她的手是你我的吗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爱的人吗 她对你来说就是个玩具 可对我来说 她就是我整个生命 我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一个女人 你们能忘给我吗 老公 钥匙 谢谢 老公 你这两天怎么了 总是心神不宁的 出什么事了吗 我把用在卖场那块地给卖了 别担心 等我赚钱了 就把这块地给买回来 你呀 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就行了 我知道了 对了 客厅里那个衣服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是要送人的吗 我去给你拿 是送给你的 送给我的 谢谢老公 乖了 上班去了 慢点开啊 好 记者 回家以后一定要好好休息 还有 你留产以后不能马上怀孕 不错 尹秘书 你做得很好 那我先走 好的 我在家里好好待着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干什么用你管吗 我只是觉得你这身打扮 我只是觉得你这身打扮 哪像个孕妇 哪像个孕妇 又是紧身衣 又是高跟鞋的 难道你就不担心肚子里的胎儿吗 我喜欢穿 跟你没关系 这可是我老公送给我的 卡其服装品牌 我知道王静 打算用新公司的名义 进口卡其服装 因为他已经穷逗没路了 你说什么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余董事长打算 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好意思 我很忙 先走了 喂 明宇 叶总 王静已经进了仓库了 王静去仓库了 是 但我进不去 不过他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了 明宇 你能带我去仓库看一下吗 对 就现在 行 好 就是在那边吗 是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进去就行 还是陪着你吧 万一 没关系 王静发现我 不过是跟我吵架 但发现你不行 不行 你小心点 好 好好好 再来 我又说 留在这里 而且我跟她 我们俩 不起啊 这个人 刘伯 bets 刘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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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做工一定要做好 这个您放心 只要钱到位 我保证给您出跟元旦一模一样的户 谁 出来 王总 这怎么可能有人呢 您脱绿了 走 我办公室还有点好茶 我请你喝杯茶 走吧 走吧 王总 王总 不对 刚才肯定有人在 我得回去看看 王总 王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这个中药嘛 上次再说 来 喂呦 牵牵啊 你怎么下来了呀 赶紧跟个上床躺着去 快的快走 哎呀 我好不小心啊 进来进来进来 我说倩倩呢 你怎么还这样走来走去的 让他们发现你流产了怎么办呢 你小点声 别让我婆婆听见了 哎呀搞得我都紧张死了 真受不了 你说话那么小一点声啊 哎呀你真最小心啊 真 叶儿了 嗯 我说感谢你替我买点东西 给你婆婆带过去 啊 她一个人 很不容易的 妈 你还知道我有婆婆呢 你都不知道我婆婆对我多好 我总觉得我胖了 可是她每次都跟我说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看看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呦 这不是让人怀孕的药吗 要 要倩倩的